第二題乘第一題 此物題在第五秒的順時速度為 每秒多少公尺 那麼這一題 不過你是要代工是V等於V0加AT 或者用跨圖法都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外力作用的時間只有3秒 可他問我們的是5秒的順時速度 那麼我們曉得3秒之後就沒有在受力 而他又是在光滑水源面上 也就是一個不受力的狀況 也就是3秒以後 他會做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所以如果你要代V等於V0加AT 這個時間T只能夠代3秒而不是5秒 而老師上課喜歡做的是畫圖形 畫所謂的VT圖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在0到3秒之間 做的是等加速度運動 然後3秒之後做等速度運動 那我們現在要問的是這個5秒的速度 就是我們3秒的速度 那麼VT圖我們只做兩件事情 直線球加速度面積球位移 加速度直線要兩個點 這邊有一個點 這裡有一個點 所以帶進去花多少時間 有多大的速度改變 0秒的時候是0 3秒的時候是V 加速度剛剛算過來是5 所以V就會等於3乘以5 也就是15 每秒15公尺 因此第二題問我們說 此物體在第5秒的順時速度 為每秒多少公尺 我們答案選的是B15